議會王世堅和韓國瑜 他們曾經為了備詢 能不能喝水對嗆 如今王世堅他質詢的時候 是狂渴不止 韓國瑜卻送上了溫茶 網友調侃說 連喝水都可以喝出前世今生 而王世堅更說了 這驗證人在江湖 早晚要還 隔魁城見人先前最後一次 備詢大炮 王世堅一上場磕道 說不出話 我也要喝點水 質詢時可以直接喝水嗎 台上院長是韓國瑜 台下質詢是王世堅 但有人先出過去 台北市議會這段畫面 王世堅質詢韓國瑜 當時是這樣 韓國瑜想喝水 兩人凶巴巴對嗆 如今角色異位後成這樣 主席我可不可以喝水 可以 那邊是你的水 沒有問題 是 彷彿是前世今生大輪迴 溫柔相待跟幾言吝嗇 很不一樣 王世堅感慨的這麼講 所以這應驗了一句話 人在江湖 早晚要還的 早晚要還的 或多或少 有天意吧 這一點是韓國瑜院長 他有人情味的地方 模仿天王國瑜 前話是韓國瑜到立法院 不管長得像不像 機制程度要一樣 因為我是恨鐵不成鋼 不是 你這對我講 感覺我好像是 不是 我 我已經成鋼了 換到不同質詢場合 王世堅再會韓國瑜 但態度大象靜庭 也意外掀起話題 這樣就好